來介紹這兩盒Torbus之前介紹過的Torkey系列的mini版 因為它mini版構造也相對比較簡單 所以就一次兩盒一起介紹了 之所以會買這兩盒是因為一方面是這個 利爪莎德之前我就有買過它大隻的版本了 我對它的變形結構還有可動設計會比較有信心 我覺得買這個應該不會出錯所以就買了 另一隻Buskin是我在看它的大隻版本的時候 其實就蠻好奇它怎麼從人形變形成巴士型態 所以想說先買mini版的來體驗看看它的變形結構大致是怎樣 那這個Buskin中文翻譯叫做 霸士天王 霸士天王 那盒子的背面長這樣 也會有它的編號 分別是4號跟5號 來看文具本體 那mini版的它就不會有那個鑰匙的設計了 它整個鑰匙就是跟它人物本體做在一起 但它的塗裝也都有把它做出來 所以你還是看得出來它鑰匙是在哪個地方這樣 那兩隻的外型呢 因為是mini版而且它一隻只賣兩百多塊 所以偷膠就會比較嚴重一點 像這個Buskin它 這個手臂外側這個偷膠就偷的有點噁心了 那相比之下利爪沙德倒是 至少從外側看 從背面看 從真面看 都還比較沒什麼問題 它的偷膠都是在內側 OK 好那 可動度方面 利爪沙德頭 它是完全不能動的 手臂肩膀是一個簡單的球型關節 可是它的前後擺動會卡到後面的輪子 那往側台也會被肩膀的造型卡到 所以它 可動就是很弱 還是有手肘關節 而且因為變形嘛 所以它可以折到對折 也還是有腰轉關節 那 寬部是球型關節 可是它這個球關 它可能是因為零件的形狀的關係啊 它 就是 它 腿往前抬的時候 這個 會直接頂到上面這裡 這個圓環的造型會直接頂到上面這塊黑色的塑膠 所以 會變成它會自動往旁邊轉過去 那你在把玩的時候 如果沒有小心一點的話 你 直接這樣直上直下的轉 它會直接 掉下來給你看 這點算是我覺得在把玩上比較困擾的地方 就是 你明明只是機器人這樣直直的把腿抬起來 它就掉了 真的是很奇怪的設計 那側台可以 側踢可以踢到這樣 那就沒有大腿的平面迴轉了 膝蓋彎折 可以折到這樣 超過90度 沒有任何腳踝關節 因為變形的關係 也有這一節可以往上挺胸 做出這種 朝前飛行的動作 OK 竟然還有保留轉腰關節 真是不錯 另外一隻 Buskin 頭也是不能動 手臂也是一個球關 因為沒有造型的干涉 它手臂就可以這樣直上直下了 但相對來講 它就沒辦法往側面抬起來 手肘是在這邊 所以它手肘也可以折90度 沒有問題 只是它的手臂的造型就比較簡陋一點 甚至從正面看還看不太出來 這裡有一個拳頭 它手指只坐在側面這邊 也沒有轉腰 但因為變形的關係 它可以這樣子90度低頭彎腰 Buskin的腿前踢就不會有利爪莎德那個 球關脫落的問題了 為什麼利爪莎德會有這個問題 也是很迷 膝蓋90度 所以這兩隻我覺得 機器人型態的把玩性也都還是OK的 都還是可以擺得出一些 簡單的pose 但就比較可惜 Tobot這個系列 不管是大隻的還是迷你的版本 它都沒有附任何武器 那就 就表示他們的可玩點就是變形 那也不囉嗦了 來看變形吧 利爪莎德基本上就是 跟大隻的是一樣的變形邏輯 手轉一下 折上來貼其肩膀 然後它多了這個頭 往後推 這樣子的變形 再來 這邊就是一樣去解開這個 然後腰轉180度 腿這邊折過來 鎖起來它當然要保留要轉關節 因為要變形 好 那剛剛講過的這個球關脫落的問題就是 就是這麼的煩 再你變形 因為它這個膝蓋關節一樣是這種一格一格的定點式關節 那在這一格一格的震動的過程也有可能會把這邊震到脫落掉 比較困擾一點點 兩腳合併 然後手臂去旋轉一下肩膀的關節 直接去對這邊有一個卡扣 它的腳翻著到前面這裡 這裡會有一個滑軌要扣進這裡面 這邊就是去調整一下它的腰部的關節 把它扣進去 好 然後再來 好 然後再來 OK 這樣變形就變好了 滾動性也還是非常優秀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塗裝也是跟大隻的比起來是有省略一些的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素一點點 但是我是覺得只是比較素一點點而已 它的外型還是很不錯的 那 Bass King 我們的 哇 我們的 霸氏天王 怎麼有辦法取名字取得這麼土 它的變形就其實很簡單 手臂這個面板翻開來 然後背包解開 然後 它的腰往前折 頭 轉 藏進來這裡面 好 轉180度 好 啊 這裡 巴士的車頭在這邊 好 手臂就是 這樣 折過來 貼進來這裡面 好 整個變形是很滑順的 這邊 像這樣子 它這裡有一個卡扣 那像這樣扣過來 完全不會有任何說哪邊卡卡的感覺 好 它就是很滑順的就扣進來了 我覺得這個還蠻厲害的 再來 腿其實就是很簡單 這樣 往上折 扣上 兩邊結合 好 所以 Bass King的變形還更簡單一點 但 我就很好奇 因為 迷你版跟大型的比起來一定是有簡化的 我就在想大型的會不會 對 因為 Bass King它的 人形啊 它的腳其實是 就這樣放下來嘛 所以它側面會比較明顯說整個巴士的 後半截都在這裡 但是看它大型版 我就看不太出來有這個現象 所以結果我還是很好奇大型版到底是怎麼變形的 感覺可能會是這邊做一個摺疊包過來 會嗎 不知道 哪天有機會再買大型的版本玩玩看 好 那就是這樣子了 好 迷你版 滾動也很順暢 這兩隻真的是都蠻推薦的 一個是變形成巴士 一個是變形成賽車 滾動性都很優秀 然後變成機器人也都還蠻帥的 重點是 它這個迷你系列 價格真的是 比起大隻的版本 它這個迷你系列 價格真的是親切太多 一次買個兩三隻我都覺得很OK啊 花一樣的價格 迷你版可以買四隻 大隻的只能買一隻欸 這個真的是相當推薦 很適合買給小朋友玩 好啦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拜拜